今年的書展,真是電子書當島? 就我們所見,場內的電子書攤位不是真的那麼多,但不是真的沒有的,通常是一間機構畫出版社,一次過包辦很多本書來做。 好像這間手上文化,就包了很多本書來做了,而每本書都是一個獨立的app,而有些機構真是針對小孩子的市場,好像這間QBook就是了,這位外國朋友和專程來說,說要找出版社合作。 我們剛才會發展這些網站,要看到公司,網路通過人物,要看到人知道,那些人在通行中有計畫上的做法。 那當然是,如果你看到這裡,是1萬人的朋友巡邏死這些階道、有明顯開眼淚,有明顯開眼課, 在学习中,我们想来到这一步进行 把故事从这里来到世界上传统 让他们翻译到其他语言 在世界上学习的年轻人 在学习和联络 除了iPad之外,内地买得很厉害的汉王 都有在书展出现 他们说他们用那种e-ink 比iPad有更好的优势 因为看书的时候不会那么疲 还说iPad在星期五推出 对他们的影响不大 首先iPad和电子书是完全不同的设计 因为iPad本身是颜色的屏幕 TFT的屏幕 我们本身是用e-ink的屏幕 这个屏幕两个技术 本身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这个屏幕的好处 就是可以长时间阅读 长时间阅读 还有不双眼 好像是阳光 不同的角度看得到 都是非常清晰的 同时间可以 最长可以看到一个星期 长时间阅读 不需要怕浪费电 没有电这些方面的问题 所以它本身是两个不同的平台上 提供给用户可以看书的一个设计 iPad那边 当然它都有自己的优势 它有自己的颜色 展示的方式 我们公司也有touch pack的产品 是比较对应性 比较多些的 那我们那些touch pack的电子书 都是有很多分成可以收出来的 万里机构特别在门口 弄了一个电子书的示范区 而光波24书网 也有跟三香港设了一个示范摊位 里面有好几部iPod touch 和iPad 也有不少人有兴趣试玩的 人的阅读习惯要改变 通常都要一段时间的 虽然说电子书好方便 但相信未来的趋势 都是双线发展 没有说谁取代谁的 都是